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北七小猪家美食 今天来做一道春水烧黄鱼 先把黄鱼处理干净 刮一下雷 这黄鱼比较小 就不用破豆子 把这里头部撐开 取出残和塞就可以了 很容易取的 再拉就出来了 鱼清洗干净以后 把鱼划两刀 方便入味 两面都这样斜着划两刀 装盘备用 准备两个葱笋去壳 修理一下 处理好以后清洗干净 拍扁 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辅料 葱姜蒜小米辣 姜切片 蒜一分为二 对半开 葱切葱段 葱叶出锅备用 小米辣切斜刀 今天那春笋烧黄鱼 我切一块玄露下去 这样做起来汤汁会白 几片就可以了 石塔墙布准备好以后 先把黄鱼用油煎一下 锅热加油 煎鱼的时候用厨房子把鱼控干水分 以免煎的时候煎起来 鱼下锅的时候锅不用去动它 火一定要稍微大一点以免粘锅 煎了定型以后就可以把鱼反个面煎一下了 这样煎出鱼基本不会破皮 锅一定要烧热一点 煎至两面微微发黄就可以渗出备用 煎成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春笋烧一下水 用冷水下锅就可以了 加一勺盐 去掉它的色味 好了捞出来用清水过一下 锅烧热后加点底油 放几块鲜肉 用油煸一下 鲜肉煸的微微放黄 再下落葱姜蒜爆虾 爆虾以后把煎好的黄鱼加进去 再加入开水 下落松块 加点料酒 加一小勺盐 白糖一勺 盖上锅盖 走料到8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时间到打开盖子 开大火 把汁稍微收一下 撒点胡椒粉 去一下鲜味 撒下葱段和小米辣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好了今天一道春笋烧黄鱼就完成了 现在可以吃饭了 来尝尝一个春笋 味道鲜美 做法也简单 春天做这道菜的话 先上加鲜 黄鱼鱼鱼鲜 黄鱼鲜 春笋鲜 做这道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 煎鱼的时候 油温一定要高一点 定型以后 再可以反面煎 煎至两面稍微微微翻黃就可以了 水要过水 要一定要用开水烧 开水烧的话汤汁会浓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